你明明說我每天陪我乘電車的 那我真的沒有時間 他永遠都是這樣 他很差 事實上遇過不多一眼能深淺 老漫漫是你對我會講多不害困擾 但現在二人幸福才更重要 所謂 好 大塌布在你身邊 心想濕了 好想盛下你 其實你為何來乘電車 我就說 乘電車訊號很棒 為何我們車廂不錯 每天都來乘電車 因為我貪它慢又夠便宜又看到風景 因為我想每天都和你坐 自從他們倆在電車相遇 一起過門 那是那次開始 他們倆每天都在電車站等對方 一起乘車回學校 而電車亦都成為了他們感情萌芽的地方 緣結以後為下我和你 悲傷得徹底 讓我不能留住你一生一世 還我 還會等一天 流脈契 那你自己一個小心點吧 那我們何時一起再乘電車呢 有空先啦 現在很多事做啊 好忙啊 就這樣啦 拜拜 自此之後 他們兩個 就好像一起乘電車 坐著這輛電車 坐著這輛電車 時間就好像慢了 看著身邊的一物一景 好像所有東西都掉了 但我對你的愛 沒有東西可以改變 在這個電車的景色 提醒了我 就算外面環境這一點也好 沒有東西可以取代到電車 沒有東西可以取代到 我對你的愛 因為他們不是讀香港 每日急速的生活步伐 似乎已經令香港人圍摩電車 甚至一人為要淘汰它 每個人都在追求快的同事 電車又不是真的沒有存在的價值呢 香港的上層電車 不止環保 價錢便宜 看到窗外的美景 還是香港獨有的交通工具 這個不是正正就是電車存在的價值 電車就是香港被遺忘的美 但現在人開 你不在意 我相信 我相信 我相信